杨瀚池作为一个台大台湾最高学府的一个校长 他又是造假论文的共同作者 即使现在调查报告说明你在写这个论文的当时 你的部分你没有故意造假 但是你作为一个台大的校长 你不用负责任 他如果不用高道德标准去做自我要求 我们实在很难以可以看到台湾学术圈有进步的一天 在台湾的学术圈因为资源的分配 因为学法因为三投主义所形成的各种种种的问题 其实真的都需要我们诚实的去面对一个一个的解决 因为最近事件造成不管是五人五百大顶大的盟成 还是你看造成社会对占据既有经费的那种生医学们的不信任 还有更让国外的学术圈质疑台湾的学术诚实 所以我今天来参加是带着那种很感伤的心情 感伤什么 台大的地位 还有我们整个台湾的学术圈 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位 躲起来真的不是办法 躲起来真的不是办法 那也把台湾的学术格局拉低了 那接下来是要求中研院院长廖俊志 郭明良他是台大跟中研院合并教授 你们中研院会有光荣感吗 廖院长你要不要修改院内的法规 科技部部长陈良基 这份校级特别调查 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第二页已经指出 郭明良很多的研究都是科技部的经费支持 那到底有多少 我刚刚我是平民老百姓 我算的是将近五十五亿 那现在郭明良团队可能涉及诈欺背信 要不要送检掉 什么时候才要把郭的钱追回来